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 有两个特殊的英雄连队被载入了实测 一个是东线长津湖战役中 为阻击敌军而全员牺牲的冰雕连 一个是西线战场松鼓风上死战不退的 第三十八军一一二师三三五团三雷 作家魏威也将松鼓风战斗写成了著名的战地通讯 谁是最可爱的人 同线第九兵团也要在长津湖地区设复 打掉美军陆战第一师 西线的口袋底就是这个三所里 二十四小时之内过不了大同江 打不下德川城 杀我的头 113在整个打西川的过程中间被难民堵住 让敌人跑了 那你们三十八军为什么要满转动满转刀 所以在德川你们那个会议上说 三十八军选耻了吗 113选耻了吗 没有 我们只有十四个小时了 这是个能不能跑道说不尊 但没准会抛死人的距离 那又怎么样 那又怎么样 抛死 要抛死在山脚里 出罪 七十二两五公里 一百四十五华里 这是一个正常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这得牺牲到多少人 卫生员 卫生员 我在这儿 好 好 我还记得我们知道的吗 哪有问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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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始终要洗 而是处在危机中的支援军 这是生命或死 这是我们唯一的道路 作为二组织 你们知道什么需要做 是的 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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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上了松武风战场 看到我力量的悬殊 已经知道这是一场死战 很难有人能够活下来 我们三个人今天过去会有人牺牲 过去全都牺牲了 放屁 咱们什么仗没打过啊 今天一样 我有感觉 当然 对了 走进 所有的事都得快 这种信念就是坚持战斗 没有对敌人有任何的畏惧 三连呢 还有活着的吗 三连如果要是一百五十人的话 现在只多剩二人 但是还要俗手 中国人民志愿天是存在的 今天 伴着我们 伴着我们 我希望大家能够特别投入的 去眼泪进口 公主们 我们三连过去有一百五十多号人 现在胜的不多了 可三连还是三连 如果我们在 他们就过不去 谁是最可爱的 就是这些在松露风上浴血奋战的这些普通的年轻战士 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是这么描述的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 我们的战士 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亲爱的朋友们 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 当你扛上篱笆走向田野的时候 当你喝完一杯豆浆 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 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 开始这一天工作的时候 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 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 朋友 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 你也许很惊讶地说 这是很平常的呀 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 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 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 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 你才能更深刻了解 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各通令嘉奖 中国人民志愿军 万岁 万岁 三十八军 万岁